我国的空军发展迅速 装备升级也让世界为之瞩目 特别是从前16等战机服役后 还在升级五代战机 从技术上已经追赶上了世界顶尖水平的美国 现在全世界只有美国 中国和俄罗斯拥有第五代战斗机 但是美国已经大规模装备了五代战斗机 而俄罗斯和我们中国只是掌握了研发和生产技术 用美国的观点来看 第五代战机应该具有几个重要的参数指标 比如隐形飞行能力 可以屏蔽雷达捕捉的能力 超强续航能力 远距离飞行包括可在空中悬艇 超音速巡航的高速飞行能力 综合电子设备的打击精准能力和快速反应信息能力等 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根本养不起 就拿歼20来说 每一架歼幅20战斗机的造价在1.1亿美元左右 折合人民币超过7亿元 因为后期还有大额的维护和保养费用 对于一些小国家来说 也是不菲的开支 现在我国拥有五代基歼20 已经进入了服役阶段 实现了量产 而俄罗斯的苏武时期服役不久 要到2025年才能实现量产和规模化装备